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叙利亚的炮火攻击之下 我们过去说一句话 炮弹一响黄金万两 意思是说 这个炮弹打下去的话 可能就要是利空出境的走势了 结果我们所关心到 是在台北股市这一块的话 在酝酿这个涨势 到底能不能出现 所谓的转折性关键 或者是这个炮弹一响之后的话 台北股市也好 又该如何来看待 我们先来补充一下 来看到是在雅谷的行情 在亚洲股市一开盘当中的话 所看到日本股市开盘 至少开的是一个小红盘 出现了震荡 倒是来看到韩国股市的部分 也是同样 直接开的是一个小小红盘 似乎反应的 并非是一个弱势的开盘 这个时候又该怎么来看待呢 马上为您邀请到是韦杰 韦杰你好 顺利哥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 韦杰 要切入这个重点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一个交易里头的话 美国股市又出现震荡 而且是一个回撤力量 虽然不像过去 这么大的一个回撤力量 可是出现什么端倪呢 韦杰其实从这个美国股市 在礼拜五的一个跌势看起来 礼拜五刚刚好 就是美国银行股 超级财报周 公布财报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在公布出来之后 这些银行股的这个表现 其实都相当的亮眼 而且优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等一下我们从视觉图的板块 你可以看得到 在上个礼拜五跌幅最重 竟然是在银行板块 那我们先从道琼的K线图来掌握一下 其实道琼看起来 它的指数在短线上面 其实是慢慢的往高点去做挺进 甚至呢要来挑战前一个 这个空方的一个缺口的反压区 那么在短线上面 其实它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比较强势的一个状况 但是它的量能是比较小 好 那另外呢 掌握一下在三天的低点 不要去做跌破 基本上在短线上 美股就还算是比较强劲一些 那么另外呢 可以从这个NASDAQ的指数 我们也来掌握一下 NASDAQ其实科技类股 在反弹到了月线之后 就碰到了一个反压 而且距离3月22号的 这个空方缺口 还有一段距离 没有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道琼是比较近的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掌握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这个视觉板块图的 这个表现了 那么我们看到红色的区块 越先红是跌幅越重 所以在画面的 这个红色的区块当中 其实都是集中在银行 类股的身上 那么刚刚有提到 这个上个礼拜五 他们是公布了财报 那么是不是出现了一些 利多出境的一个现象 那么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美国股市将要进入到 超级财报州 而这个礼拜 有一些相关的 美国股市的大厂 也要开始进行 公布财报的一个动作 一般预期这一次的 这个超级财报州 所有的S&P500大企业 大概它的营收 或者是获利 大概都能够缴出 百分之十五以上的一个成长 所以一般市场的预期 应该股市会有所支撑 但至于能不能够 让整个股市再一次的走出 波段上涨的行情 这个倒是我们可以先从 银行类股身上看到一些端倪了 那么当然我们接下来 就要留意一下 其实国内也有一些 相关的法说在进行 当然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表现 好的确 这几个重点的观察当中的话 其实包含在从美股的观察 包含在台北股市部分的话 能不能出现重要性的转折 新闻面当中的话 这几个焦点的话题 首先要来看到 最为重量级的全职 就在台积电身上了 台积电法说在即 法说大戏一头 市场传出了不安的情绪了 等一下 2330台积电这个现行 等一下打出来看一下下 毕竟这个现行观察当中的话 又来到了景线的位置 一旦失守 恐怕进一步的压力 等一下请再来告诉我们 这个掌握的重点 再来看到在日光的部分 这个控股公司 挂牌进度行情 这是启动的吗 一个最重量级 一个也是重量级的 到底多空又该怎么判读 新iPhone下个月拉货里头 台湾厂商正要动起来了吗 拉货里头能够形成积极力多 前一个交易里头看似下跌 可是苹果本身出现了 微幅度的涨势 最后再补充一点 台市这个新台幣的部分 呈现强势的南亚科汇损 获利内伤 南亚科之前不是说 第一位报价值于上扬吗 而且行情走势里头相对比较犀利的 现在又爆出了内伤 因为汇损压力 它只是一个例子 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呢 其实汇损压力一直都是 我们出口导向的 这个经济体最大的一个致命伤 那么当然其实 这个汇率的部分 它本来就是会有波动 那端看就是到 这个季底的时候 在作战的时候 汇率的一个方向表现 才能够去确定 如果说你叫现在去预测说 第二季到底会不会有汇损 其实所有的财务长都不知道了 那所以其实从整个台积电 这个礼拜要开始进行的一个法说会 我们可以看到2330台积电 日K线图的一个表现 在过去这两三个礼拜 其实不管是从这个消息面 营收面 或者是从这个相关的题材面 其实利多的消息是积极不断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台积电的股价 它就是几乎就是横盘不动 就是每一天在这边上上下下横盘整理 但是关键点可以看到 在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 法人竟然在这边偷偷的调节 所以其实从整个技术线型 跟法人的筹码面来去观察 其实台积电的股价表现 在未来的走势上面 是有点压力存在的 那么当然这个礼拜的一个法说 其实要面临到的 这个比较多的问题 包括像是中国大陆 禁止比特币的交易 跟挖矿之后 相关的比特大陆的这个公司 它下给台积电的这些相关的订单 就减少了很多 那么第一季 它能够撑住台积电的营收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集单 撑住台积电的第一季营收 不至于让它下跌的幅度太重 那这一次比特大陆的订单被抽走了 那接下来在第二季的台积电的订单的 维持度上面 就是一个外资观察的重点 那当然一般预估 在今年的台积电 还是有机会在营收表现上面 缴出YOY15%以上的一个成长 所以其实就台积电的一个股价表现上面来说 除了在订单的流失度 还有另外就是在三星的抢单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刚刚苏任哥有提到一个重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汇损的一个压力 其实不要以为台积电的毛利率高 它就不怕汇损 过去在新台币强势升值的过程当中 其实台积电的汇损压力也蛮重的 每每抓得比较保守 新台币的升值幅度就很重 导致影响到台积电的一个获利成绩 甚至台积电它未来在公布 这个财测的时候 它都已经采用美元去公布了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这个新台币的升值 对于台积电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